金鸡暴春2017王月画展 近日在柔顺密市隆重举行 白鱼人参加活动 当天的记者会上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林大坚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曹春生 著名书法艺术家陶海鑫 甘副忠 王家俊 旅美油画家杨峰 现代中国禅画创始人陈兴杰等出席了活动 并颁发奖状和贺信 我画这个鸡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用莫骨种彩的方法 莫骨是中国的写一画的一种笔法 叫莫骨 它加上西方的颜色关系 和西方的绘画元素 就产生了我的画鸡的基本的风格特点 在新年当中 把我一年的研究 展示给大家 本次展出了画家王岳莫骨 仲彩作品十四副 包括荆棘暴春系列 和鹿四季图 和唐月眠 云上青鹰等 继金笔仲彩画种之后 经过王岳近两年的探索 创出了用莫骨的笔法琢磨 中国颜料 仲彩 水彩 摒系颜料 在深圈纸上作画的独特方法 这一新的画种 运用莫骨仲彩法 使得王岳在中西融合的金笔仲彩之后 又拓展出了更加超越画种 跨越美质 更加多元化的莫骨 仲彩花鸟花 王岳还表示 艺术家的创作跪在创新 学习中外画风 画法是为了将其掌握后 再创属于自己的画法 单纯的效仿和模仿别人 就失去了绘画创作的意义 今后还会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继续创新 丰富绘画技法 凤凰卫视 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 有什么 我 我 好